2001年5月份 台湾幻影战机成军 七年多来 一直是台湾空军主力战机 年度例行操演 每每都近民众目光 飞行官驾驶着幻影战机 在高空中不断进行特技表演 快速垂直爬升 滚转倒飞 还有翻跟斗立体操作 尽管地面上观众已经惊呼不已 不过这些演出在战机飞观眼中 都不是难事 在600英尺空中进行低速摇滚 才真的是高度挑战 最难的技巧 个人认为是rock and roll 因为你要保持固定的高度 固定的轴线 做翻轴的运动 要保持高度不变 速度不变 又保持纵轴的执行 那你要做到非常细微 基本上是蛮有挑战性的 在低速飞行的状况下 还要维持机体稳定 困难度不小 而要成为幻影战机的飞行员 得先练好基本功 第一个所要克服的是 对于低空的障碍 那因为在低空上 你的高度比较低 你可以反应的时间比较少 你的容许犯错的机会更少 所以相对于这样的训练呢 我们都会在摩衣机上面 做很多次的训练 之后才会到实际上的速克执行 台湾军方为了建构完整的空中 访问能力 1992年花费超过30亿美金 向法国购买60架幻影战机 幻影战机最大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在高空进行高速拦截 最大空速可以达到音速的2.2倍 之所以可以飞得这么快 就归功于它的机翼设系 幻影战机机翼踩无平尾三角翼设计 是目前最适合高速飞行的机翼构造 但球快更要能保持平稳 因此机身踩两侧进气 单发动机 融合了气动歪行 进气道还有固定式的小边条 有效降低阻力 潜力状况是台湾幻影战机 例行出行任务前的必备工作 两组8人团队分别从机身两侧 快速进行弹药装挂作业 除了30毫米机炮弹 主要火力还有魔法二型飞弹 以及云母飞弹 魔法二型属短程空对空飞弹 弹重90公斤 得动用三名大汉同时搬运 云母则负责中程空对空作战 100多公斤的飞弹 得靠机具才能完成挂载任务 欢迎缺少了那一半防卫战力 藉由其他战机代为补足 而在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宣示 台湾必须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情况下 台湾军方也透过相关战备操演 表明他们毫不松懈的态度